演播室里也是继续和二位嘉宾来回顾我们今天航天员顺利进驻空间站 刚刚杨立伟 杨总也是对这次任务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能够感受到他的状态也是非常愉悦轻松的 刚刚杨总也是提到了接下来我们的三位航天员将会开展的一些工作 之前我们还是延续演播室里的话题 我们会说到接下来我们的空间站建造阶段 尤其是在明年还有一些非常集中重磅的发射任务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演播室准备好的一个虚拟的演示 来请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是不是有了两个实验舱了 是吧 两个实验舱 有了问天和梦天之后了 对 一个全貌 整个的这个过程会是经历哪些发射的阶段 来请王总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 当前的状态的时候 是我们天舟二号的货运飞船还是对于前样口的 它在这段时间它要首先要做一个GV转位实验 可以叫做实验 经过这两个实验之后 这么天舟二号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要进行这个载入了 这样的话就回到了一个 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船 一个货船 一个飞船 还有一个核心舱的状态 在这个神石三的程组完成任务以后 我们还要继续 这个时候就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关键技术 这个验证阶段的全部工作 对 然后这样进入了这个空间站的建造阶段 在这样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首先发射天舟四号和这个神舟十四号 还是先货运飞船 对 还是要粮草先行 对 这个原则没变 这个发射这两个飞行器之后 然后就在航天在核心舱期间 就连续的发射我们这个问天和孟天 两个二十吨级的大型的这个实验舱 和这个核心舱进行对接 形成现在这样的T字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构型 对 我们就是等于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站的左右 现在这个角度应该是前后是吧 对 这两侧的这两个大家 对 就是我们这个看这个翻版 是立日的这两个飞行器 就是我们这样实验舱 我们就是一个问天和孟天两个飞行器 他们对接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前向口的 然后通过转位机构 分别转到一左一右两个位置上 核心舱形成一个T字型的构型 您提到的这个转位机构的转位 其实也是这一次神十三任务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工作 对 他可以用这种机械臂的方式去进行转位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更加专业的转位机构 也可以实现更加便捷的转位 那这个验证工作就是等到下一步的任务 直接实施了 已经实施了 就是到时候在任务发射的时候 直接带着转位机构可以进行实施 这个就是刚才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T字我们叫做小T字 因为由两个实验舱加上核心舱构成的这个 我们就有一个大的T字 这是由三个大的二吨级的飞行器来构成的 这个时候神舟14号的乘组还会在昆天站运营 这时候它在昆天站的期间的时候 就要发射天舟5号和神舟15号了 进行首次航天员在轨的轮化工作 对这个轮化工作期间的功能性能进行相关的验证 所以我们在建造阶段还有这么多重磅的任务 对 这些工作都会在明年完成 对 明年一共应该是有六次的飞行任务 对 所以张主任我们在地面上 尤其是神14 15层组这种训练上 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调整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咱们任务是滚动式的 我们航天员训练也是滚动式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12层主航天员 正在进行相关的进一步的后恢复 我们13层主刚刚我们进入到核心舱 这个时候我们地面会持续进行相关的地面支持工作 然后后续我们14 15 包括我们的第三批的航天员 现在都已经按部就班的 在开展相关的工作 而且我们地面的一些训练的设备 包括核心舱 模拟器 还有实验舱一模拟器 实验舱二模拟器 及相关的水下训练的设备 出舱训练的设备 虚拟训练的设备 已经基本准备到位 具备开展14 15 以及后续航天员训练的一个保障条件 所以看着这么美的训练演示我们中国空间站 我想在太空当中的空间人一定会更美 也会迎来更多的我们中国航天的飞天的天团 最强天团的成员 所以现在我们也很关注的是 神舟13号飞行程组 他们这次在空间站当中 因为六个月时间很长 会经历很多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应该是首次在空间站当中过年 所以我们这次他们带上去的一些 个人物品包括这种食品生活用品 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饺子 还有这个月光富士成都人 是不是还会有汤圆 也会带上去更多的一些个人物品 是吧 配置物品的时候 肯定会根据它这个载轨的飞行的时间长短 和有一些必要的这样的节日的需求化 进行相应的配置 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的惊喜 对 尤其是这个期间应该也还会经历 北京冬奥会的期间 对 神石二的时候 我们的神石二航天员成组 是收看了东京奥运会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神石三恩成组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